这医保又涨价了 今日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这三个部门联合发文说 今年城乡居民医保的筹资标准 从去年的960块钱 跳高到了1020块钱 财政补助和个人分别负担 640和380 虽然政府补助占了一个大头啊 但是我真的想 连您涨价真的有必要吗 咱能不能说免费啊 咱们先来点小用心 我接着跟大家好好扒一扒这笔账啊 大家都知道 我国的医保呢是两个体系 那一个呢是城镇职工医保 而另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城乡居民医保了 职工医保咱就不用多说了 主要呢就是面向上班族的 这个呀缴费多待遇也是比较好的 但是呢居民医保 也没有正式单位的人员是为主的 这其中包括了个体户大中小的学生 城里边没有正式工作的人 那新农合并入之后 农民也在里边了 本正上城乡居民医保起着社会的多点作用 可是从2017年正式推出来以后啊 这人均个人缴费标准 每一年是不涨的 从之前呢 180块钱变成了现如今的300吧 已经累计涨了一倍以上 这够夸张了吧 可能对于不少人来说 这200块钱还不够一顿饭钱的 但是呢参加居民医保的普遍都属于这个中低收入群体的 对于他们来说这可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啊 按照官方之前的统计 我国大约有6亿人的月收入只有1000来块钱出头 这200块钱就接近他们一周的收入了 你说你网上调了这么多 他们参导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2019年是居民医保的大年啊 当年参导人数从前一年的8.97就一下子蹦到了10.25亿 但是这之后就没有之后了 之后上演了三连将 雷劲的有4134万人断脚了 这里面可能是有一些人升级到了职工医保 比如说一些大学生毕业上班了 不过即使按照最理想的情况 仍然是有700万的缺口 实际还会多出来很多 这表明许多人因为居民医保连年涨价 最后参加不起了 完全就处于一个裸奔的状态了 那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这些人万一摊上什么大病 或者是什么不幸的事啊 只能花家里边的积蓄 甚至是借钱治疗 哎呀如果看不好的话 就只能躺着等死了 居民医保本意是低收入群体的屏障 那你说这还多个什么底啊 所以我觉得城乡居民医保能不涨价 咱就别涨价了 能少涨咱就应该少涨价 如今一年一涨完全就是离不到家了 在为什么涨价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呢 有关部门的似乎也明显的不够慎重了 只给出了一个那么含糊的理由 那就是不断增强基本医疗保障的能力 从那些断脚者的角度来说 他们似乎并不需要这种增强了 在没有钱享受更高保障水平前提之下 获得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那你说咱就能不能别增强了 维持缴费标准不便停留在远处呢 答案是肯定的 其实我大概查了一下 2018年以来历年全国医保发展统计公报 发现提高缴费标准的必要性并不是很大 在2018年至2020年这三年的时间里 居民医保基金每年的支出都没有超过8200亿 收大于支啊 结于不断增加 这说明即使不涨价也不存在什么问题 这两年支出确实是在大涨 多达1000多亿 不提价是会比较麻烦的 但是我怀疑这大多数都是什么核酸检测啊 疫苗造的你 回归常态化之后 医保支出也应该会落到正常的水平 今年应该就会有一个大的降幅 不会超过9000亿 甚至会在8500亿以下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居民医保是不是可以缓一缓了 不应该把一年涨几时 当成理所应当的事情啊 何况今年的经济确实是不太好 大家都挺难的 而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继续涨价也不太好啊 要我说啊 居民医保不仅不应该涨 甚至也考虑免费财队 按照值一参保人去计算的话 一年涉及一万亿的资金 目前财政已经负担6000多亿 各级政府稍微从这个压缝里边挤出那么一丁点 就够剩下的了 并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现在天天都在说什么扩大内需 你帮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 大家自然而然也就放心大胆的去消费了 对此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比我开的没有懂财经 比我懂财经的没有开